2013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自己写的书 李光耀关天下里面分析了未来的国际局势 其中他在分析亚洲和欧洲的时候给出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欧洲将会走向衰落 未来的欧元区将面临解体的风险 而另一个预测则是日本沉默走向平庸 日本人没有能力把经济从失落的20年里拉出来 当时李光耀由于这两个语言受到了很多的非议 很多人表示日本是由尖灯制造业构成的高度发达国家 欧洲更是老牌证实体 李光耀的分析无异于华中驱从 只不过是为了让书卖的更好看一点 而现在九年过去了 李光耀在书中对日欧做的预言证不断变成现实 首先是欧元区瓦解 自从欧洲参与到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计划以来 欧洲各国均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各种工业产品和自然能源的中断 欧洲和美国有着同样尴尬的问题 就是自身去工业化进程较高 经济依赖金融业和第三产业推动 对全球化有较大的需求 这样子的经济结构天生注定了国家整体的经济抗风险能力极差 目前由于俄罗斯方面已经停止给欧洲提供天然气 本来又从铁壁一样的欧盟开始逐步分裂 首先表示自己撑不住的是匈牙利 然后是保加利亚 意大利更是反欧盟最严重的重灾区 目前意大利右一党派 意大利兄弟党联盟赢得了选举 一举斩获45%的支持率 而其敌对党派 左一党 民主党联盟 其支持率仅仅只有27% 兄弟党联盟的上台意味着意大利将在不久后发起脱欧一程 而俄罗斯为了表示对意大利的支持 也宣布要对意大利恢复天气供应 同时英法这对老对头也吵起来了 在这之前法国替英国阻止了大量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结果英国出尔凡尔拒约向法国提供此前谈好的5000万英镑的援助 而且还在法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禁止法国渔权进入德西岛作业 这等同于切断了法国渔民的部分生活来源 之前澳大利亚在英美两国的邪惑下 出尔反尔在前请贸易上戳法国一刀子的事情 在马克龙可还没忘呢 亲仇就和家一起 这对百年对头现在又开始互相吵架 德国看上去是最想维护欧盟跟在美国后面的国家 但之前却发生了电缆和天气管道被断的事情 这也是美国人对德国的警告 也就是说现在德国内部的政治力量 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备向俄罗斯服软 暂时脱离美西方利益集团就像意大利一样 面对欧洲各国各打算盘的现状 波兰反而成为了欧盟和北约成为国中最为与众不同的一个 波兰同时在政治上挑战法国德国俄罗斯 目前的波兰政府已经看出来欧盟不可靠了 所以死死抱着美国大腿 不过本虎看来嘛 他们的这个行为 我总觉得在二战的时候 当年他们也是这么抱英法大腿的 就是不知道美国这根大腿和二战时的英法 比起来到底可靠不可靠了 欧盟本身就不是一个基于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和语言认同建立起来的联盟 而是一个基于经济领域以及政治自保目的建立起来的共同体而已 现在欧盟都自身难保了 内部诸多国家自然要考虑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正所谓夫妻粉饰同年鸟大难临头个子杯 很符合现在的欧洲局势 说完了欧盟再说日本 最近日本经济的压仓是外汇储备出大问题了 前几天日本传来了一个大消息 说日本的这个外汇储备已经下跌到1.238万亿美元 仅一个月就搞光了540亿美元 直接创出了单月下降的历史记录 这是日本历史上外汇储备从未有过的下跌 看得全世界是胆战心惊 而其中最大的推手是华尔街的金融吵架 日本动用外汇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的目的是为了稳住日元汇率 但是华尔街目前正在和日本央行做对手盘 疯狂抛售日元资产 在他们的帮助之下 日本外汇很快就会被耗尽 而最糟糕的结果是日本因为这次下跌 经济直接倒回30年前 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而已 一旦市场认为日本无法阻止事态彻底恶化 那么不用等到你外汇耗尽 美国的金融巨额就会给出致命一击 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 而现在的日本已经毫无反抗之力了 日本过去的经济模式非常简单 从美国拉资金 从俄罗斯拉便宜的矿产 从中国拉游客三驾马车旗下 日本经济涨势非常好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 中国游客没了 因为俄乌冲突 日本制裁俄罗斯 便宜矿产也没了 现在美国更是落井下石 对日本加息 别说拉资金了 日本自己都快亏到当裤子了 更糟糕的是 日本之前搞安倍经济学的时候 为了刺激经济疯狂引钞借债 搞出了1207万亿日元的债务 想要还清 需要日本老百姓两年内不吃不喝 所以说日本经济崩溃已成既定事项 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需要多久 欧洲的分裂和日本的衰退都有一个核心原因 那就是经济对外依赖过于严重 在战争和疫情的冲击之下 根本无法自保 这些都再度证明了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制造业 重视三能问题的决策 到底有多么正确